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到現場 大家是宣誌集集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峰德 不知道聽眾們有沒有經歷過 分手之後感情空虛的階段 在失去另外一半之後 如果你們曾經有一些美好的回憶的話 夜深冷靜的時候 那些回憶跟畫面就會向你襲來 有時候會選擇一個人躲起來 然後來好好療傷 那也有人會選擇在這個時候 我多去接觸一些新鮮的事物 讓自己可以轉移一些注意力 然後來忘記傷痛 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 適合的對象出現的話 對你虛寒問暖 說實在的 即便是才剛分手 也很難對他說 真的沒有什麼好感 很有可能迅速就會發展出一段關係出來 這一集我們就來談談 一起因為感情空虛 最後亮澄悲劇的案件 先介紹本集的來賓 是時任台北縣警局 新莊分局的侦察隊隊長 叫做洪俊逸 俊逸哥 俊逸哥你好 鳳德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來講這起案件 是跟感情空虛有關嗎 那到底是一起怎麼樣的案件呢 準備好的話就跟著我們的聲音 進到案發現場吧 在2008年4月17號那一天的時候 當時一起案件通報 很迅速的就到達行動侦察隊這邊來了 當時時任侦察隊長的俊逸哥 你想必很快就知道了消息 那是一個怎樣的案件通報呢 我想我印象很深 那一天我剛好上了一個禮拜的班 那天剛好休假回到家 就回到這邊來 結果剛好我們安排了幾個親友 要在家裡吃飯 結果我太太把菜都煮好了 六點多接到電話通知 花生凶殺案 馬上就趕到現場 然後一邊到現場 一邊通知我們侦察隊的同事 包括監視的啦 包括這個侦察的同事 馬上到現場來集合 那這個現場是在哪邊 在新莊的成泰路 成泰路上面喔 OK 那你們初步接到的報案內容 是指怎麼樣的呢 情況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死者阿鳳的小女兒 她放學回到家 她一打開門一看 哇 家裡亂成一團 然後同時啊 同時她的母親啊 被全身赤了雙手雙腳反綁 然後趴在這個床上 床墊上 這個床墊上啊 整個都是 她的頸部下面啊 整個都是血跡血漿 那非常的這個殘忍 那她嚇到了 馬上打1108案之後 那我們馬上啊 就是接到通知 馬上趕回現場 現場是一個怎樣的環境 你還有印象嗎 她是一個透天座 還是一個怎樣的環境 現場是一個社區 社區 那社區啊 她剛好是在成泰路的 巷子邊 巷子口 巷子口 那當然社區有一個 這個駐圍井 那駐圍井大門進去之後 你還要走大概 差不多二三十公尺左右 才進到他們那一棟的一個電梯 這個行安現場是在 這個這個社區的六樓 碰到這個情況 當然是一定是先通知119 119到現場之後 發現死者已經 已經往生了 已經沒有生息了 那我們到現場之後 所以我一到現場一看 就馬上封鎖現場 馬上通知啊 監視人員 同時因為這類欄件是屬於重大的刑案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們分局偵查隊的監視人員 我們也馬上通知警察局的監視中心的監視人員到現場 因為他們在各方面的設備方面 器材方面都比較充足 那同時馬上做訪查 了解到這個事情到底怎麼發生 有沒有什麼異樣 有沒有什麼第三者侵入了這個情況 好 那你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一開始報案的這一個人啊 是死者阿鳳他的小女兒 那這個小女兒當時目睹這個慘況 她當時的精神狀況還好嗎 她非常的驚恐 那另外一個女兒大女兒是在南部某個大學 讀三年級的 那我們也馬上通知她大女兒從南部坐車上來 那大女兒感到現場的時候 大女兒看到這個情況還不敢進去 因為大女兒聽到二女兒小女兒 承受了一個狀況之後 她比較不敢允許這個情況 所以當然這個部分我們會做一個妥事處理 是 那就一個我想先問一下 你剛剛有提到小女兒進去到他們的房子之後 發現屋內是凌亂的 所以是有一些打鬥痕跡有侵入痕跡嗎 本手是沒有破壞的 但是屋內的東西都犯了亂七八糟 初步這樣看的話 可能我第一時間聯想到的是 有沒有可能是闖空門 然後很多其實這樣的案件 最後面就變成是強盜殺人的 再加上這位死者 他當時是全身赤裸 而且你剛剛說是被反綁的 你們當時有沒有猜測說 他有可能是有被性侵的狀況 我想任何人看到這個情況 尤其是我們指示偵查的人員 看到這個情況 第一個我們當然不能夠 孤注一字說是認為是怎麼樣 一定要做一個前面式的一個了解跟調查 當然這個情況也是不排除我們 剛開始在偵查的其中一個面向 那這位阿鳳他是46歲的年紀 他原本先生是在做什麼的 你們初步有去了解嗎 他先生本身在經營咖啡生意 那因為他先生後來 經營某一個廠牌的一個咖啡的一個盤商 跟我也認識 那後來也跟我提到說 他先生之前跟他是股東 一起在經營這方面的咖啡的批發生意 就在案發兩年前 他是因為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對 就突然離世 就往生 對 OK 那你們初步了解 這個社區 它是一個怎樣的環境 它的門禁是很森嚴的嗎 它這個鐵門 第一個 因為這社區剛好在陳泰路的巷口 它的外面的鐵門是關起來的 然後有一個租會警的警衛室 警衛室24小時在現場做一個監控跟管制 那當然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要趕快把可疑的嫌患找出來 因為這個監視跟偵查是要同步 跟訪查是要同步進行 不能說我等監視做完再來做訪查 那不行了 那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們在整個案子的調查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了 我們當然第一時間點 要看看有沒有陌生人出入 如何出入 有沒有登記 等等之類的 結果在我們看影像的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了 有一個穿格子衫的籃子 那他就是在 案發前的五個小時左右 他就戴個帽子 頭弟弟的 一邊假裝講電話 那就跟著住戶這樣走進去 頭弟弟的 那由這個影像裡面的行徑 看起來就鮮有可疑 當然我們從他大門影像 追出來之後 再去追電梯影像 是 電梯影像看到他進去也是 這個死者住的樓層 所以這個 他是就按了這個樓層就對了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就非常非常的可疑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請阿鳳的小女兒來做辨識 一看到這個外型 一看就知道說 這個就是稱阿三的這個籃子 阿三 阿三的這個籃子 所以第一個時間點 就非常可疑 當然到目前為止是還沒有證據 證明是他涉案 為什麼 我們是先把那個可疑對象找出來 是 其他的後續再來做調查的工作 這樣子 好 那當時小女兒就算是 強忍著悲痛 然後就在你們的陪同之下 一起來看這個 社區大樓的監視器 他也就一年的認出來 這個人就是他的叔叔阿三 他都稱他為阿三叔叔 女兒知道他們的一些交往關係嗎 對這個阿三跟他母親之間的關係 這個女兒不瞭解 不瞭解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開始針對這個阿三 來做一個調查 結果我們一發現 他的手機是關機的狀態 時而開機時而關機 那當然我們就馬上追趟的定位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馬上去調他出入境資料 因爲什麼 因為小女兒跟我講說 這個阿三本身是在大陸地區 在京商 平常在大陸工作的 對 所以我們調他出入境資料 他發現他是4月16號入境 4月16號入境 那我們行線再去追 結果發現他入境之後 他在4月16號下午 有到案發現場附近的超商 去購買膠帶 魂綁的膠帶 這是太奇怪 所以他是有異謀性的 這個膠帶跟我們後來在 現場的膠帶是一樣的 這是有異謀性的一個犯罪 所以這個已經很明顯的 就加重了他的一個 這個涉案的可能性 那後來我們發現他的行蹤 從案發之後他就到三重 你們透過基地台去 我們透過基地台去分析 那我們也追到三重之後 後來發現三重之後 他又轉到金山回家 我們從三重在追到他家的時候 他回家洗了澡 換了衣服 拿了錢就跑了 跑了之後 他當時在跑之前 並沒有跟他太太講什麼事情 可能他在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已經很晚了 因為搞不好他太太已經睡覺 還是什麼之類的 跑了之後我們追到他家的時候 去找到他涉案的血液 同時他跑了之後 就發了簡訊給他太太 說他這個 新莊這個命案是他做的 因為他跟他有一些 不倫的感情關係 那同時又有 金錢上的一個糾葛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失手把他打死了 當時我們在判斷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除了死者的房間淋亂之外 其他地方都沒有淋亂 在客廳什麼都沒有淋亂 客廳都沒有淋亂 只有他的房間淋亂 他的房間淋亂 就是把他佈置成 類似強盜殺人的一個情況 所以事實上 當時我們在做性染勘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差不多判斷了 差不多八九層左右的一個情況 我們從三重在追到他家的時候 他回家洗了澡 換了衣服 拿了錢就跑了 跑了之後啊 他當時在跑之前 並沒有跟他太太講什麼事情 可能他在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已經很晚了 因為搞不好他太太已經睡覺 還是什麼之類的 跑了之後我們追到他家的時候 去找到他涉案的血衣 同時他跑了之後 就發了簡訊給他太太 說他這個 新莊這個命案是他做的 因為他跟他有一些不倫的感情關係 那同時又有金錢上的一個糾葛 那所以啊 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失手把他打死了 當時啊 我們在判斷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除了死者的房間淋亂之外 其他地方都沒有淋亂 在客廳什麼都沒有淋亂 客廳都沒有淋亂 只有他的房間淋亂 他的房間淋亂 就是把他佈置成 類似強盜殺人的一個情況 所以事實上 當時我們在做性染勘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差不多判斷了 差不多八九成左右的一個情況 好 剛剛有提到說 妻子有收到一個簡訊 這個簡訊的內容 我先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是在4月18號的時候 晚間 妻子有收到一封簡訊 然後這簡訊是講說 我的阿嬤 阿嬤是用台語的意思 妻子的意思 我一直在想你和孩子 我的心好痛 怎麼辦 以後你們怎麼辦 之前你發現的訊息 還有這些自衛的影片 都是他傳的 一直以來逼我離婚 威脅我要告訴你 最近你打電話給我 我有時候都不開機 因為他給我的期限到了 我怕我們的家庭破碎 其實星期三回台灣的時候 我已經去他家了 試圖去談看看 但是沒能夠說服他 反而堅持要我星期四 早上十一點一定要到 否則要我後果自負 我約下午兩點到他家 約了四點談分手 又鬧髒了 又威脅讓我的家庭不得安寧 曾經有一段期間呢 他每天撥打我的手機數十通 最高一個晚上撥了197通電話 我在盛怒之下 打了他的左後背一拳 然後他大哭大鬧 說他的心臟病發作 要我去抽屜拿藥給他吃 但我沒有理他 以為他在裝 沒想到他竟然直挺挺的摔在地上 我真以為他死了 我摸不到他的心跳 他們大樓到處都是監視器 他死了我一定脫離不了關係 我不想讓我們家就這樣子毀了 所以我想要塑造成強盜殺人 綁住他的手腳 去廚房拿了刀 往他的脖子上割 刀很鈍 原來只是一小道傷口 也只流一點血 但他沒死 反倒痛醒 大哭大叫 我一慌拿刀猛刺 結果無法收拾 事情就是這樣 不要原諒我 我只是讓你和孩子 以為我是殺人魔 我怎樣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以後 你們能夠怎麼辦 我只能夠趁現在有限的時間 能夠把該拿到的錢拿回去 減輕你的負擔 讓孩子還能有未來 所以在沒有拿到錢之前 我還不會有事 不用也不要再為了無能的我擔心 其實少了我 你應該會輕鬆不少 那墜氣歹徒需要的時間 為了釐清死因 遺體也很快的進行商業解剖 那我先來補充一下這個解剖報告 報告中就指出說 阿鳳的外傷大多都集中在他的下巴 到他的頸部之間 合計有23處的刀傷 其中叫聲的刀傷 就在右下巴這邊有一處 頸部只是有6處的刀傷 深度至少有達到他的肌肉層 那主要的製食的傷口 是他頸部有一道 深達6公分的穿刺傷 導致大量出血 那研判是因為他的血溶性休克 以及這個呼吸休克才死亡 那法醫還有發現 阿鳳他的左臉頰這邊 有一個圓弧形的壓痕 那左唇部還有一些挫傷 那法醫就研判 這個死者阿鳳的臉 曾經可能有被人用手掌覆蓋按壓 所以那個圓弧形的壓痕 可能是指甲的痕跡 指甲的壓痕 此外還有在阿鳳的頭皮底下 又有發現出血的痕跡 研判頭部應該是有受到碰撞 但是沒有造成明顯的外傷 或者是奴類出血的狀況 不是直接的致死原因 所以整體的死亡方式判斷為他殺 那至於阿鳳是不是有遭到性侵 還是需要進一步的DNA化驗之後 才能夠確定 那俊一哥我們當時在這個案發 既然現場很凌亂 有些兇刀或者兇器有在現場嗎 這個部分因為他當時的他使用的 這個刀靴是使用死者家裡的拆刀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有在現場有查扣 那另外當然死者的一些手機等等之類的 我們在現場見識工作完成之後 我們也會去做手機方面的一個見識 了解到說手機裡面有哪些證據 他之前跟誰聯絡 還有留哪些記證 可以作為這個我們在案件 研判偵查方向的一個參考 所以我們也發現了相關的一些簡訊內容 阿三有傳簡訊去恐嚇他們就對了 我這邊先來補充一下 當時的這個簡訊恐嚇的內容 到底是講怎麼樣好了 因為這些簡訊的內容很長 那裡面充斥著很多大量的增畫 以及一些比較粗筆的字眼 那我潤化之後簡略的跟大家講說 到底裡面是寫了什麼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些訊息裡面 大概去推敲案件是一個怎樣的發展 這些簡訊最早是從2007年 11月13號的凌晨1點開始 他所發送的 也就是案發的5個月之前 當時阿三就傳了三封簡訊給阿鳳說 以你加速在我身上的 你已經沒有資格再跟我談錢了 藥就在你的墳頭燒給你 你對我的恣意侮辱 我原本不想理你的 是不想為而非不敢為 但是你一再的刺激 我已經無法忍受了 將加倍回報 並以你的女兒為陪葬 一命敵兩命我覺得很划算 現在我不想要你 要弄你的小女兒 我會把影片傳給她 要她一起來看其他精彩的 之後你自己猜 你不用再找我 你不怕死 我也不怕死 但我死之前一定會爽個夠 你放心 會告訴你方法的 只是其中一種計劃過的 還有很多種 你一定會知道的 那就在凌晨傳完這些簡訊之後 阿山中午時又繼續傳 她又在傳說 如果你發現小女兒幾天之後 沒有回家 那就是我做的 你可以報警 我無所謂 最忙最累最無助的時候 你偏偏要天天亂 極盡所能的侮辱 好話你不聽 越是忍讓你就越囂張 一定要我走極端 你最好找人把我弄死 如果我不死的話 一定會有好戲可看 還有講說 真的在乎 真的想要彌補 就幫我籌錢 下個禮拜我才能夠去大陸處理 否則什麼也別說了 說什麼也沒有意義 那從這幾封解訊來看的話 可以發現阿山似乎在大陸的投資 出現了資金的缺口 加上說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跟阿鳳發生了口角 就把毛頭指向了小女兒 可能是看準了阿鳳對女兒很保護 所以就要去這樣子威脅她 那兩天之後他又傳了訊息 這一次他似乎是已經到了阿鳳的住處了 但是因為進不去 簡訊裡面就寫到說 要開門我上去弄死你 還是性侵小女兒 就是要她二選一 你要嘛開門 要嘛我就去性侵你的小女兒 所以逼死他不得不開門 是因為這樣子造成的 好 那我們看完了這樣的簡訊內容之後 你們當時應該有提問了小女兒這樣的東西嗎 你們當時對這些簡訊內容有一些怎樣的判讀呢 其實像這個情況很顯然他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恐怖情人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除了人的部分之外 他一直對金錢的部分所求無度 所求無度之後 後來人家要跟他斷掉 不要理他的之後 從他的簡訊內容裡面 看到他非常非常惡劣的一個人品 然後進而想用脅迫 要對他女兒怎麼樣的一個 這個不法的行為來迫使他的媽媽來回應他 事實上我們到案子在當天晚上我們就已經差不多確認 兇嫌就是阿山這個了 那實際上這個時候就是在跟時間賽跑 就是如何最快的時間之內把這個嫌犯把他抓到 沒錯 這個是我們當時的要務 那既然他涉嫌重大的話 而且他曾經有在這個大陸工作 因為我們這個講過的案件 很多都會請逃到大陸去 當時你們會這樣子擔心嗎 這個部分我們倒是不擔心 為什麼 第一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切斷嫌犯之後 我們就開始報警戒犯 把這個所有的出境 出海全部把它做一個警示 就是你出不去了 我們所判斷的 以這個阿山他本身的一個資質的話 他也沒有能力去做偷渡 偷渡不是那麼容易 偷渡你要有經濟上的能力 要有能力上的 人脈上的能力 所以要偷渡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要有管道 所以這方面出境 我們倒是不會去擔心 我們只是在跟時間賽跑 如何在最短時間之內 把這個人抓到這樣子 了解 好 那案件辦到這邊 算是相當的明朗了 但是這個阿山到底跑去哪邊了 最近你們後來當時的專案會議中 有怎樣去討論跟分析嗎 事實上因為這個案子非常的大 事實上當時媒體都一直在追 每天都鎖在分局在追這個案子 所以事實上我們壓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而且阿山他就是偶爾開一下手機看一下簡訊 看完簡訊馬上關機 所以我們就追他的動向 事實上有他的一個困難度在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迫使他常開機 常開機我們才能掌握他位置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當時就請這個小女兒 發了一個信息給他 跟他complain 你為什麼對我們老婆呢 其實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說 希望他能夠開起來 開起來我們就追定位 大概可以掌握到他的方位 了解 就請小女兒傳的簡訊 沒想到阿山還真的有回 他當時就講說 對不起你們 為時已晚 我會償命 給我幾天不用擔法律制裁 我就會償命了 希望你們姐妹互相扶持 不要讓她失望 我已經無言以對了 但小女兒看到這樣的簡訊之後 她也覺得到底你在說什麼東西 她就想說 叔叔你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不是殺了人才叫我們要相扶持 這沒有用 你不要自殺 因為這不會解決事情 這一切我們都在等你來跟我們來解釋 解釋清楚都好辦事 我拜託你趕快出現好嗎 明天就是頭七了 我想快點解決 讓媽媽好走 就請小女兒傳的簡訊 沒想到阿山還真的有回 他當時就講說 對不起你們 為時已晚 我會償命 給我幾天不用擔法律制裁 我就會償命了 希望你們姐妹互相扶持 不要讓她失望 我已經無言以對了 但小女兒看到這樣的簡訊之後 她也覺得到底你在說什麼東西 她就想說叔叔你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不是殺了人才叫我們要相扶持 這沒有用 你不要自殺 因為這不會解決事情 這一切我們都在等你來跟我們來解釋 解釋清楚都好辦事 我拜託你趕快出現好嗎 明天就是頭七了 我想快點解決 讓媽媽好走 阿山在收到這個簡訊之後 她還回給這個小女兒 她說 你媽死了 我也毀了 害了你們也害了我的妻兒 我真的很愛我的孩子 我必須把大陸的工廠處理 留下一些東西來給我的孩子 對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當時我應該要救阿鳳的 我應該冷靜 她還跟小女兒講說 現在我寫的都是事實 我沒必要騙你們 因為我有另外的身份 我可以從此消失重新來過 但我會承諾 星期五我就會贖罪 因為不能夠陪我心愛的孩子成長 我寧可死 所以我不用謝罪 那到底什麼事實呢 她說 去年五六月的時候 我給阿鳳 60萬元買坎伯頓基金 最近我有困難請阿鳳賣掉 星期三的時候 我從大陸回來 在你家的時候 你媽說 已經在14號的時候去輸回來了 還要繳15000多元的稅金 星期四做完事之後 你媽說錢沒了 把這個摔永鋒贏的存折給我看 我們就發生爭吵 我打了左後背一拳 你媽就大鬧說 心臟痛 要我去抽屜拿藥 我沒有理她 以為她是裝的 媽媽就直挺挺的摔倒在床邊 我摸 沒有心跳 以為她死了 我很慌喔 大樓到處都是監視器 一定脫離不了關係 才把你媽綁住 去廚房拿刀割喉 想要偽裝成強盜殺人 但是刀很鈍 跨破一道傷口 你媽沒有死 痛醒之後大喊大叫 我很慌拿刀亂刺 我很後悔沒有救你媽 我親自己不能夠冷靜處事 現在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說對不起你們 也無際於事了 殺人偿命 殺了阿鳳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從這些簡訊內容裡面 我們好像已經可以看出一些案件的輪廓 即便我們可能不知道說 到底是不是 她說是不是真的 是假的 其實從這些簡訊內容裡面 可以看出來 她一直在對她的行為做辯駁 跟推卸責任 為什麼 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她在16號就回台灣了 回台灣第一件事 是先到清泰路那邊的超商機買膠帶 所以顯然她是一個 異謀泛濫的一個行為 要不然她買膠帶做什麼 對不對 然後再來她買的膠帶就是當天捆綁 她帶著膠帶去捆綁死者 所以她的行為本來就是屬於 異謀泛濫的行為 所以從她這個簡訊裡面 只是她事後的卸責 想要借機會來取得同情 事實上阿山本身在深圳 投資經商並不是做得很好 都一直在虧損的狀態 那同時她一直跟這個使者 阿鳳這邊調度資金來裸用去 填補她的一個漏洞 透過這幾封簡訊之後 我們有掌握到阿山的位置了嗎 因為我們應用這樣的一個策略之後 發現她這個阿山從案發第二天晚上 都一直固定停留在宜蘭 那所以交溪 交溪一帶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 我馬上就請我們派了兩個小隊 兩個小隊就馬上奔赴宜蘭 然後同時啊 在宜蘭各個路口所候 看看 因為我們有 當時有阿山的一個影像 看看可不可以當場賭到 嫌疑犯 為什麼 因為她後面都沒什麼開機 關機的狀態 後來一直到了第四天的時候 因為我發現 我的第六感來了 第六感來了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再帶一組人下去 你要親自下去指揮就對了 我親自下去 下去之後我就把我們 原來在那邊守候的兩個小組 全部集合起來 我們重新做一個任務分工 除了清查這個區塊裡面的 所有大小間的一個hotel 跟旅館之外 那我們也做一個訪查 結果到了第五天 五點鐘左右 我接到我們同事 打電話給我 他說隊長隊長 我沒有攔到一個對象 很像就是兇嫌 就是阿山 是長得很像 對 長得很像 長得很像 因為在這樣情況之下 我們還沒有證據證明他事的時候 我們還不能夠 對他有採集什麼強制的一個行動 對不對 後來我說你們打燒燈 我馬上趕過來 我馬上趕過來之後 我就問他說 你在阿山嗎 他說不是不是 我是他 我是他二哥 二哥 他說我是阿山二哥 結果他就拿出他二哥的證件 一個駕照 那時候我就覺得 他說我跟我 我跟阿山有約約在花蓮火車站 我當天晚上要在花蓮火車站見面 那我就覺得很納悶 花蓮火車站跟宜然什麼關係 然後我一看到他的面相 這根本就不是他二哥 你就是阿山嘛 因為還沒確認之前 我們不敢直接跟他強制所所 不敢 然後這個時候 他說說他想要上廁所 那當然我不可能這個時候 讓你獨自跑去上廁所 我就派了兩個人 我說你們兩個陪著他 到廁所親身監控他 然後到上完廁所再帶回來 結果他就附近找一家飯店的廁所 要借用廁所 結果走走走走到那個飯店門口 他發現說他已經跑不掉了 他就說我要跟你們隊長講話 我們同事又打電話給我 我說好那你帶回來 帶回來之後 我就把他帶上我們的乡行車 我就忍不防一句話 就問他說你阿山喔 他說是我是 然後我就把他 從他身上的腰包裡面 call到台胞鎮 準備要出去的台胞鎮 因為當時我們在拘捕到阿山之後 有在他身上找出一些相關證物 包含到這些台胞鎮 死者的存折也有在他身上 手機也有找到 那你當下還有在跟他 多說什麼嗎 當時阿山他看到自己 跑不掉了 最後就坦承涉案 那同時他也吐露 在逃亡期間 真的是沒辦法睡覺 為什麼 因為他對於死者 對阿鳳的手段 下手真的相當的殘忍 所以他也夢到說 當時阿鳳有在夢裡面 要跟他索命 他雖然後悔 但是他的說詞還是在想要 減輕他的一個罪名 畢竟死者已經被他殺害了 所以他說詞 就變成死無對症的一個情況 當然我們是綜合整個的案情 來做研判 很顯然他是 異謀翻難的模式 是了解 所以再回到對上偵訊的時候 他對於案情是怎麼樣去講述的呢 他的說詞還是認為說他 他因為在跟死者的爭執的過程裡面 把死者推了一把 死者就心臟病發作 陰倒了 陰倒了之後 他以為死了之後 才顧不遺症的這個情況 事實上 這些都是他偷醉的說詞的 OK 那你們問他 他到底是怎麼樣跟阿鳳認識的 他有去講得很明白 然後有去講說 可能在阿鳳上夫之後 他就有一些想法是不是 應該是這樣說的 當時死者的心聲 之前有在金山海邊買了一間 託天處 別墅啦 小型別墅啦 碰到假日的時候 前家就會到那個 金山那邊去度假看看海啦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 這個阿鳳跟他老婆是住在他們家 斜對面 後來因為這個死者的心聲 往生之後 他們就比較少到那個地方去了 當然在休假過期那邊度假的過程裡面 一定年紀之間會相互打打招呼啊 聊聊天啊 那可能在這個 蓄養溫暖的過程裡面就提到了 哎呀我以前去問你做兵啊 施者阿鳳本身是金門人 就談到 他年輕的時候也在金門 故撞球台 因為那時候金門 都是靠軍人養活的 所以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就聊到一些 在金門的往事 進而之間 大家有了共同的話題之後 那就會變得很熟人啊 那案發當天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阿山他自己是說 反正他就是 因為長期在大陸地區投資 這種電子加工業嘛 那他其實這一次 回來到台灣裡面去 他也沒有跟他的妻子 想說他要回台 所以算是偷偷的回台灣的 那他其實之前呢 就多次利用這種返台的機會呢 都會去阿鳳的住處 然後跟阿鳳發生一些這種新關係 所以兩個人的關係非常的親密 但自從呢 從2007年11月的時候 兩個人就有發生爭吵 這一次爭吵呢 就有去傳簡訊恐嚇 為什麼會傳這些簡訊 後來你們問他 是什麼樣的原因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時過今天 老實講我不會記得那麼多 但是我們從這個情況裡面去研判 可以顯示出來說 一定是阿鳳他已經覺得說 第一個感情也不寄予厚望 你是一個有父之父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你經濟能力上 你一直對我的所求無度 所以我們之間這層關係 在維西家已經沒有意義存在了 所以他要跟對方做一個切割 阿三又不願意切割 所以他不願意理他 連電話都不接 所以阿三才會突然的 從這個大陸跑回來 而且跑回來之後 他本來就已經有虛擬準備了 那你都不理我 那我就去準備交代我要對你施暴 再恐嚇他 你不跟我見面的話 我就要去綁你女兒 傳簡訊恐嚇過後 阿三是說 他後來又跟阿鳳言歸於好 可是因為他說 因為阿鳳多次要求阿三要離婚 那兩個人已經有一些嫌隙產生了 因為可能阿鳳都會覺得說 你還是畢竟還是有父之父 如果你能夠真的離開你的另外一半的話 跟我在一起那可能就還好談 所以就要求他去離婚 但是可能阿三也都只是表面上答應敷衍而已 也沒有實際的行動 那因為阿三在大陸地區經商需要大量的資金 那財務壓力越來越大 然後就跟阿鳳之間的這樣的矛盾也越來越大 這是阿三他的說詞 後來就要求阿三把這個基金給贖回來 以便他來調度做使用 他本來就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那你都不理我 那我就去準備交代我要對你施暴 再恐嚇他 你不跟我見面的話 我就要去綁你女兒 傳簡訊恐嚇過後 阿三是說他後來又跟阿鳳言歸於好 可是因為他說 因為阿鳳多次要求阿三要離婚 那兩個人已經有一些嫌隙產生了 因為可能阿鳳都會覺得說 你還是畢竟還是有父之夫嘛 如果你能夠真的離開你的另外一半的話 跟我在一起那可能就還好談 所以就要求他去離婚 但是可能阿三也都只是表面上答應敷衍而已 也沒有實際的行動 那因為阿三在大陸地區經商需要大量的資金 那財務壓力越來越大 然後就跟阿鳳之間的這樣的矛盾也越來越大了 這是阿三他的說詞 後來就要求阿三把這個基金給贖回來 以便他來調度做使用 一直到4月16號下午的時候 阿三他就從大陸地區返台了 然後打算要跟阿鳳拿這一筆錢 那下午4點的時候就到住處了 這天16號的時候 4月16號他就已經買好膠帶了 然後到了住處 但是阿鳳就跟他講說不然明天再談好了 所以於是到隔天的時候 17號就是案發當天下午1點多的時候 他就到了這個住處 然後就跟阿鳳發生了性行為 之後他就跟阿鳳要去討這一筆海外的基金 但是阿鳳說這個錢都已經沒有了 那阿三因為被逼急了 然後就跟阿鳳發生了激烈口角 後來就把這個阿鳳給殺害了 阿俊哥你剛剛有提到 他在逃亡的期間還不斷的看到阿鳳 好像阿鳳是找他來索命是不是 對他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夢到阿鳳來跟他索命 所以他根本就驚醒 這個我們可以想像 因為他下手的手段太鬼殘忍 整個床墊都是血漿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做夢會驚醒 我想這個也是可以想像的 是他就說他會夢到阿鳳 阿鳳來跟他索命 全身赤裸 而且就像他那個現場一樣縮腳防綁 然後頭顱半掉 然後來找他索命 那他還說這個 在案發第四天晚上的時候 阿鳳曾經在他的飯店房間裡面 不是託夢 是直接出現在飯店裡面 他說他當時其實在床上按著簡訊 阿鳳就突然出現 問我現在要怎麼處理 他說他沒有臉去見他的丈夫 沒有想到阿三竟然跟阿鳳說 等到事情處理完之後 我就跟你一起下去找他 其實聽到這樣的說詞 也覺得說 難道他不會害怕嗎 如果真的見到阿鳳來找他這個索命 其實他是很驚恐 因為當時我抓到阿三的時候 他給我的反應跟他的說詞 他是非常害怕的 因為他說夢到阿鳳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來跟他索命 他驚醒 所以他非常的害怕 所以他也應該也可以預期說 他大概跑不掉了準備被抓 所以他才會想說 我也準備到下面去看你 我想這個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了解 所以他對於自己尋短的這一部分 你覺得那個時候去問他 不可能 因為他是很 你還是覺得他是在說謊 了解 可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到了開庭過程的時候 這個阿三又改了說詞 到了一審期間 他說其實不是像他之前說的那樣 當天的實際狀況是 阿鳳在他的面前情深的 這個阿三說 當天他跟阿鳳發生爭執之後 阿鳳突然情緒就很激動 然後衝出去 然後就把這個水果刀 以及一把剪刀 拿進到房間裡面 並把剪刀抵住自己的頸部 後來這個剪刀就插入到阿鳳他的喉咙 當時阿三就說他看阿鳳的流血量也不多 所以他也沒有一些更多的處置 只是替阿鳳壓住傷口而已 後來才發現阿鳳竟然沒有了心跳呼吸 他為了怕這幾件事情 如果阿鳳真的這樣輕生死亡的話 可能造成阿鳳的家庭破碎 而且可能讓小女兒跟大女兒 沒有辦法去勤領保險金 所以才會去捆綁阿鳳的手腳 並且持水果刀去猛刺阿鳳 把現場布置成強盜殺人的樣子 以掩蓋阿鳳自殺的事實 我們從頭到尾都覺得這個阿三 本身為了要逃脫他的行責 所以不斷地在收訪 所以他在法院開庭的過程裡面 他所陳述的內容 很顯然是跟我們現場勘驗 跟現場驗屍的行凶的過程 是不相符合的 這一部分我就來講述一下 後續的整個判決經過 到底會怎麼判呢 其實法官是參考了法醫的解剖報告 解剖報告就有指出一點 他的下巴到頸部的這些切割傷 比較尖銳的是在左側 比較頓的是在右側 而且多數都是屬於 表潛性的切割傷 所以符合胸氣比較頓的說法 法官是這樣認為的 但是扣案的這一把剪刀 其實是一把單面刀刃 而且外側還有塑膠包覆 這個刀刃的寬度最多 只有兩公分左右而已 但是我們前面有提到 死者的自食傷 是深度達到六公分之多 而且入口的長度就有三公分 所以法官認為這樣的一個致命傷 顯然並不是剪刀造成的 如果今天真的是阿鳳他親身的話 不會是切出這麼大的一道傷口 所以後續他發行給法醫研究所 所得到的回覆也是 由刀子造成出來的可能性 會遠高於剪刀造成的可能性 所以法官就認為 這應該並不是剪刀所造成的 這樣的一個傷勢 而是刀子所造成的 加上阿山被捕的時候 他也說充氣只有刀子一把 這個剪刀是原本想要來剪膠部用的 但是後來並沒有用 因此認定這都是阿山他所編出來的謊言 那既然阿鳳自殺的是屬於謊言的話 那原本他的說法是不是屬於真的呢 阿鳳的臉頰有一個指甲的壓痕嗎 法官認為這個就是阿鳳他痛醒之後 他開始不斷的征著 阿山他才會用這個左手去壓制死者的頭部 這跟他原本的說法也是相符的 此外阿鳳的頭皮下有出現這個皮下出現嗎 但是這並不是致死的原因 這也跟阿山他原本說阿鳳是被他揮拳毆打之後 倒臥在地昏迷 這樣的說法也是吻合的 因此法官認定阿山他所說的這個犯案說法 他一開始所說的這個就是事實 而當時他跟阿鳳是男女朋友關係嗎 如果真的沒有殺人意圖的話 阿鳳痛醒之後把他給鬆綁就好了 趕快送醫治療才是正常人會做的這個行為 哪會因為說對方突然這樣子掙扎就把阿鳳給殺害 最可見他一開始就有殺人的犯意 並不是阿鳳突然醒來之後然後去尖叫掙扎 然後就才去殺人 而是他一開始把他綁起來的時候就有殺人的犯意了 最後法官認定阿山就是因為害怕妻子發覺跟阿鳳外遇的事情 又蒙受了龐大的財務壓力 在發生爭執之後才基於殺人的犯意把阿鳳給殺害 而且法官也認為這一件並不是屬於強盜殺人 因為賬戶裡面都沒有被盜領的狀況 最後考量到阿山負債的壓力 而且看到阿鳳把金金贖回之後的款項也花用殆盡 無法解他的燃眉之急 口角爭執之後進而殺害阿鳳 就把他認定為犯罪的動機 還有考量到阿鳳他的兩個女兒 在案件過後他也沒有了媽媽 而且他的父親也已經過世了 開庭過程這個阿山還不斷的狡辯沒有悔改致意 最後法官就判處他無期徒刑 最高法院不會上訴之後整個案子就這樣子確定 那這個案件偵破當天 其實小女兒她也有接受媒體的聯訪 她當時說我們還是要自己獨立過生活 我也要轉學去南部了 因為北部真的有很多難過的東西 那一定要逼自己要成長 並不是因為我想要成熟 我也想要當一位正常的小孩 可是這麼多事情 我媽媽又這樣子了 其實這番話聽起來真的很鼻酸 破案的那當天 你們發布完破案記者會之後的同一天 俊一哥你們好像也有了一些具體的行動 想要去幫助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這個死者 存折裡面只剩下大概一萬多塊 連殯葬會都沒有 死者沒有錢 那小孩子以後未來教育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當時我自己本身也捐了一點款項 然後我也請我們媒體 我也幫兩個小朋友 申請了一個監管募款的賬戶 也很感謝我們社會善心人士 都延延不斷地 都把這個款項寄到分局來 那後來我們幫這兩個小朋友募集了 大概一百多萬 同時我也請一個理財專員 幫這個小朋友的媽媽 就是說這個理賠款大概超過四百萬左右 把他整個程序都完成 那同時之後把他相關的捐款 跟他的理賠款設定了一個信託帳戶 讓這兩個小朋友能夠很安心的 來完成他們的血液 所以現在兩個小朋友都大學畢業了 而且都很獨立 但非常的堅強 事業上都做得還不錯 那也因為這個案子 你跟這個大女兒跟小女兒 好像也有了一些像婦女一般的關係 對對對 因為後面的整個他的小孩子 家裡也不敢住了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後面的這些教育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然後我都幫他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後來兩個小孩子很感動 就把我當作他爸爸這樣在看待 所以就是任我做乾爸爸這樣子 是他們主動提的嗎 他們主動提的 對對對 我們最後回歸到案情了 關於這個歌喉案的部分 當時阿鳳他算是因為真身離開了嗎 那真的是因為感情空虛 然後就這樣子被趁虛而入 這一部分可能就 就一個你自己的看法的話 覺得這樣的狀況好像真的是蠻常見的 是不是 我想社會上這類似的情況 是應該是 不是說個案 如果說你萬一有不幸碰到類似的一個情況的話 那你要很神聖地去做選擇 為什麼 我們看到周遭的個案裡面 當配偶不慎往生的時候 那存活的一方在這個心靈的空虛之一 很容易往往有第三者的一個介入 當然在介入的過程裡面 或許可能也有很多很圓滿的一個這個結局 畢竟還是我們發現還是有很多 這個第三者介入的目的是有一所去途的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當然這個社會我們整體上來看還是溫暖的 但是在感情的處置方面 我們要比較審慎 那俊英哥也是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做為一個分享 分享給我們各位的聽眾們 不管是年輕年長的 我相信都是非常受用 但真的有遇到類似狀況的話 朋友有遇到的話 我可能也可以把我們自己給他聽一下 可能他也會理解到一些 可能原本自己沒有意料到的事情 所以避免真的對方是有所意圖的 那麼這一集的我在案發現場呢 我們就談到這邊 也感謝俊英哥的分享 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主持人 歡迎到網站臉書 以及YouTuber搜尋訂閱 我在案發現場